大家好,我是众志科技技术服务工程师 今天我们来介绍HGM9510逻辑编程功能 今天的主要内容为HGM9510逻辑编程功能的动作元素 标志至1,当条件有效时该标志至1触发 当条件无效时该标志依然保持在触发状态 例如当前程序,当输口1有效时标志至1触发 当输口1无效时标志至1依然保持在触发状态 标志至0 当条件有效时该标志至0触发 标志复位 标志至1和标志至0要同时使用 如果不同时使用,则标志至1触发后没有标志至0触发 该标志将无法复位 例如当前程序,当输口1有效后标志至1触发 当输口2有效后标志至0触发,标志1复位 标志翻转 当条件有效时,该标志触发 当条件无效时,该标志依然在触发状态 当条件再次有效时,该标志复位 当条件无效时,该标志依然在复位状态 当条件再次有效时,该标志触发 以此循环动作 驱动标志 针对驱动标志,可以理解为积电器线圈 当线圈得电后,积电器动作 线圈失电后,积电器复位 应用中,当条件有效时,该标志触发 当条件无效时,该标志复位 技术器加1 当条件有效时,触发技术器加1 技术器数值以当前值加1 技术器减1 当条件有效时,触发技术器减1 技术器数值以当前值减1 重置技术器 当条件有效时,触发技术器重置 技术器,技术复位为0 定时器 当条件有效时,触发该定时器计时 当条件无效时,定时器停止计时 并复位 功能函数 当条件有效时,触发功能函数有效 实现功能函数所设置的功能 当条件无效时,该功能函数无效 报警消除 当条件有效时,可屏蔽当前设置的报警内容 当条件无效时,不能屏蔽当前设置的报警内容 本次内容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有疑问,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拨打服务电话 我们将结成为您服务 感谢您的观看